民党立委徐晓鑫脸书po出 去年8月自己担任议员时 和教育局副局长开协调会照片 强调一对一协助出示幼儿园家长 并且宣称自己是日前三读的 儿孝性剥削法提案人 但 自从法案送进来之后 他没有来做提案说明 也没有来做质询 更没有来做审查 整个过程之中 我看不到徐晓鑫委员下的苦工 但是收割倒是跑第一 徐晓鑫在幼儿园性侵事件后 高分被声称参与法案制定 但审查时从未看见徐晓鑫现身 徐晓鑫在脸书上 替自己的攻击画红线 下方有网友吐槽他 10号爆出嫌犯 除了性侵幼童还拍摄影片 徐晓鑫12号还忙着 蒸馒头三正文燦 事后才赶紧po修法文 也有人抢他收割 徐晓鑫反击 因为他不是教育委员会委员 审查法案时 以教委会委员为主 结果又被打脸 他连儿少性剥削条例 其实是未还委员会的主审 他居然扯到 这是教育文化委员会的职责 请问他是真的有去关心 有去参与审查吗 虽然不在未还委员会 我们相继提出了自己的版本 都是希望能够为儿少性剥削 来出一份的力量 徐晓鑫透过文字回应 从去年8月接到家长陈晴 直到上个月都有持续追踪 由于侦查不公开 没办法得到更多资讯 解释自己所知有限 而事件爆发后 徐晓鑫赶忙告诉大家 自己做了什么 却被披露 只提案不审查 强系拼流量 又提到铁板 三连新闻 郭桑文 朱桃银台报道